早上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课,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大家还记得这些生词吗? 第一个是,条一条什么?一条裤子,一条鱼,一条鹿,这个呢,圆,一圆钱,对吗?一圆钱,两圆钱, 所以它们都是量词。第二组,小心,新鲜,甜,舒服,绿,它们都是形容词。 第三组,爬山,记得,放,它们都是动词。 这个,还是,或者,对吗?它们都是连词。 我可以说,你要咖啡还是茶,对吗?是个问题,还是。 咖啡或者茶都可以,我都喜欢,不是问题,或者。 这个是什么字? 支一支,这里呢? 对,三声,只,只,我只喝咖啡,在动词的前面。 最后一组,饮料,花,裤子,衬衫,它们都是名词。 我们来做这个练习。 大家可以在这儿停一下,然后练习。 You can pause here and do the practice. OK,我们来看,第一题,你想喝点什么? 茶,咖啡是个问题,茶,还是咖啡。 第二题,这条什么?一点也不贵,买吧。 条,一条裤子,所以这条裤子。 第三,我每个周末都在家,看电视,听音乐,不工作,是问题吗? 不是,所以看电视或者听音乐。 第四题,你穿昨天新买的那件什么吧? 件,所以那件衬衫。 第五题,我不喜欢南方,太热了,不舒服。 第六,我们看过这个电影,你是什么时候吗? 去年八月,所以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你跟我一起出去走走吧,我现在什么想睡觉。 在动词的前面,指,我现在只想睡觉。 对吧,饭菜做好了吗? 做好了,已经,所以饭菜做好以后你放,对吧? 已经放,放,饭桌上了。 第九,您慢走,路上什么点? 小心点,谢谢你,再见。 第十,上个周末你去哪了? 我跟朋友去做什么了? 爬山了。 你都做对了吗? 我们来看热身部分。 大家有书可以看二十页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地方有什么? 第一个,桌子上有什么? 桌子上有,对,一些纸,一些笔, 还有几瓶水,对吗? 我还可以说,桌子上放着一些纸,一些笔和几瓶水。 第二个呢? 车里有什么? 啊,车里有三个人,对吗? 我也可以说,车里坐着三个人。 椅子下有什么? 椅子下有一个小孩, 他是坐着的吗? 不是,他是站着的。 所以我可以说,椅子下站着一个小孩。 第四题,椅子上有什么? 椅子上有四只狗,对吗? 他们是坐着的,对不对? 所以我也可以说,椅子上坐着四只狗。 我们来看,桌子上放着一些纸,一些笔和几瓶水。 纸,笔和水放在桌子上。 第二题,第二个, 车里坐着一家人,或者车里坐着几个人。 车里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坐着的。 第三句,椅子下站着一个小孩。 我们刚刚说,椅子下有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这个小孩是站着的。 所以我们说,椅子下站着一个小孩。 第四句,椅子上坐着四只狗。 椅子上有四只狗。 这四只狗是坐着的。 所以我们说,椅子上坐着四只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语法。 哪儿,动词,遮,数字,量词加名词。 你看,桌子上放着一些纸。 它的意思是这个。 但是这个动词不是所有的动词。 我们一般是有,放,坐,住,写,站。 但是请大家注意,桌子上放着我的笔,不对。 我的笔,我知道这是我的笔。 不说桌子上放着我的笔。 桌子上放着一些笔,我不知道是谁的。 所以,对。 车里坐着周经理,周经理我认识,所以不说。 车里坐着几个人,这几个人我不认识,所以对。 明白了吗? 好,我们来看它的否定形式。 是,桌子上放着一些纸,一些笔和几瓶水。 那桌子上没有纸笔和水,怎么说呢? 我可以说,桌子上没放着纸笔和水。 意思是,桌子上没有纸笔和水。 大家想一想,第二句怎么说呢? 很好,车里没坐着人。 意思是,车里没有人。 所以它的否定形式是,什么地方,哪儿,没,或者没有,动词遮,名词。 第三句,想一想,椅子下没有小孩,怎么说? 椅子下没站着小孩,第四句,椅子上没有狗,怎么说? 椅子上没坐着狗,或者椅子上一只狗也没有。 大家看,桌子上放着一个电脑,桌子上放着一个电脑,杯子,耳机。 桌子上放着一个电脑,一个杯子,一些书,耳机和笔。 桌子上的东西真多啊。 它手里拿着什么? 你们说。 左手拿着衣服,右手拿着包和手机,对吗? 左手拿着衣服,右手拿着包和手机。 门上,我可以说门上有什么?有这个,对吗? 这是贴的,贴着的。 所以我可以怎么说? 门上贴着工作时间。 402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工作时间。 这是一块白板,白板上有什么? 它是写还有贴,对吗? 一些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说,白板上写着很多重要的事情。 教室里,教室里,请你说。 教室里坐着老师和学生。 路上,我们可以用站,谁站着? 停,所以我可以怎么说? 路上站着一些人,他们怎么样?等公交。 所以我们尝一点。 路上站着一些等公交的人。 停,路上停着一辆公共汽车,对吗? 火车里有什么? 有人,他们坐着还是站着? 坐着。 所以火车里坐着一些人。 门口有什么? 有一个人,他站着。 所以我们说,门口站着一个人, 或者门口站着一个漂亮的人。 对吗? 好,我们来听课文,看一看怎么用。 课文二,在商场。 你觉得这条裤子怎么样? 我记得,你已经有两条这样的裤子了。 那我们再看看别的。 这件衬衫怎么样? 还不错,多少钱? 这上面写着三百二十元。 买一件。 第一个,周明让周太太买这条裤子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它有两条,是吗? 第三题,周太太还要买什么? 一件衬衫,他要买的东西多少钱? 三百二,对吗? 他说,上面写着三百二十元。 第五,他们买了吗? 再听一遍。 没错,多少钱? 这上面写着三百二十元。 买一件。 所以第一,他们买裤子吗? 他说,我记得你已经有两条这样的裤子了。 所以意思是,不要买了,对不对? 因为,因为周太太已经有两条这样的裤子了。 他还要买什么? 我们再看看别的。 他说,这件衬衫怎么样? 所以,他要买衬衫。 要买的东西多少钱? 这上面写着三百二十元,所以三百二十元。 他们买了吗? 周太太说什么? 买一件,所以他们买了。 你都听到了吗? 第三个,第三篇课文,我们听。 这些水果真新鲜。 我们买西瓜还是苹果? 西瓜吧。 你看,这上面写着,西瓜不甜,不要钱。 那我们买一个大点的吧。 再买几个苹果? 好啊,今天晚上只吃水果,不吃饭。 请你们读。 再听一遍,我们做这个练习。 课文三 在水果店 Text 3 In a fruit store 这些水果真新鲜。 我们买西瓜还是苹果? 西瓜吧。 西瓜吧。 你看,这上面写着,西瓜不甜,不要钱。 那我们买一个大点的吧。 再买几个苹果? 好啊,今天晚上只吃水果,不吃饭。 好,我们来看。 周明和他太太看到水果怎么样? 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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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买一些。 他们买了一个什么? 西瓜。 是大西瓜还是小西瓜? 对,他说买大点的。 所以他们买了一个大西瓜。 因为上面写着,不甜不要钱。 不甜不要钱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甜,就不要钱。 他们还买了几个什么? 苹果。 今天晚上,他们只吃水果,不吃饭。 我们看最后一个词,会。 我们学过的,我会说汉语,也会写汉字。 你会游泳吗? 这个会是,我可以做什么,对吗? 我学习说汉语,我会说汉语。 我学习了写汉字,所以我会写汉字。 我学习了游泳,所以我会游泳,这是会。 OK,那我们今天说这个意思。 比如说,苹果怎么样? 对,苹果一点也不新鲜,那你吃了会怎么样? 吃了坏苹果,吃了不新鲜的苹果,会生病的。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小心吃。 东西多不多,吃了东西很多,会怎么样? 对,会变胖的,是不是? 所以吃这么多,会胖的。 你跟老师说,我会写完作业的。 那你的朋友生日,他说,我有一个生日party,你来吗? 你可以说什么,我会来。 或者,九点了,他还来吗? 别着急,他会来的。 我们听最后一篇课文,来。 课文四,在休息室。 课文四,在休息室。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你喝什么? 茶或者咖啡都可以。 你呢?你喝什么? 我喝茶,茶是我的最爱。 天冷了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喝杯热茶会很舒服。 你喜欢喝什么茶? 花茶,绿茶,红茶,我都喜欢。 。 可以吗? 什么地方?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 你喝什么? 什么或者什么都可以。 我们来听。 课文四,在休息室。 Text 4, in the lounge。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你喝什么?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你喝什么? 。 茶或者咖啡都可以。 你呢? 茶或者咖啡都可以。 你呢? 这个没有了。 你喝什么? 我喝茶,茶是我的最爱。 天冷了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喝杯热茶会很舒服。 你喜欢喝什么? 我喝什么? 我喝什么? 我喝茶。 为什么? 茶是我的最爱,最喜欢的最爱。 天冷了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喝杯热茶会很舒服。 。 喜欢喝什么茶? 花茶,绿茶,红茶,我都喜欢。 你喜欢喝什么茶? 花茶,绿茶,红茶,我都喜欢。 我们第三课学完了。 今天有几个作业。 这个练习请大家做一下。 大家可以停,然后做练习。 You can pause here and read. 第一个,你想什么呢? 桌子上怎么样? 这么多好吃的。 你说我吃什么好? 他们怎么样? 这是好吃的。 放。 所以桌子上放着这么多好吃的。 水果,面包不是问题。 水果或者面包都会对你的身体好。 那我吃水果吧。 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 我补什么了? 让你看看机票。 所以我不记得了。 机票上12月4号,那就是后天。 机票上写着12月4号。 我的笔呢? 你看见了吗? 红的? 黑的? 问题? 还是? 红的那个? 电脑旁边什么? 是你的吗? 电脑旁边放着的是你的吗? 你家楼上什么很多人吗? 不,只有两个学生。 楼上我们说是可以吗? 什么? 住着很多人吗? 不,只有两个学生。 他们是大学生、中学生。 问题? 大学生还是中学生。 大学生。 第一个作业,请大家可以拍照片。 You can take a picture. 或者像张老师这样拍一个视频。 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 这是我家的餐厅吃饭的地方。 墙,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但是没有印度尼西亚。 这是吃饭的桌子。 叫做餐桌。 餐桌上放着一盒纸。 一些花和一个盘子。 盘子里放着一只香蕉。 一个苹果。 餐桌旁边的椅子上挂着一个口罩。 那儿的凳子上坐着一个人。 但是他不是真的人。 看到吗? 窗户上贴着一个幅子。 这就是我的餐厅。 你喜欢这个餐厅吗? 请大家做这个作业。 好了,再见。 谢谢。